接着我们看第二段 The people in the town of Pisa try to feast their beautiful tower 这一句的主词是在The people 那哪里的people,后面加了一个片语 来说明前面的主词 In the town of Pisa Pisa这个城镇的这些人们 主词在这边 动词后面出现了 Try to feast 设法要修理修补 Try是动词 Fist也是动词 所以我们要用to来隔开 那我们把这三个当作一个动词的词组 这样比较容易讲解 Try to feast就是设法要去修补 修补什么 后面就是受词 The beautiful tower 他们那一座很美丽的一个钟塔 这是第一句的 第二句 They found out 他们发现 这就是主词 这就是动词 Found out 发现 这个地方老师要稍微做一个补充 发现的动词三代是find的 found的 found的 是指随意看到 如果说我们要经过努力研究 经过实验之后 发现了什么事实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find out 过去式就变成fund out 所以这个fund out是指经过研究 奇怪这个塔怎么一直一直倾斜 经过研究之后了解了 所以这个date是指主词 find out的是终于发现到了 这是动词 发现到什么是 后面let就是受词 这里出现一个句子了 所以你看 马上就出现连接词开始 let let就是我们的连接词 名词指句当作受词 so the ground was soft 这个地面土壤 was soft 是软的 所以这是讲过去的事情 第一句也是过去式 这一句也是过去式 就表示人们以前所做的事情 好了 这样去后面又再补充 补充什么 because because是副词指句 说明原因 说明前面 这个土壤是松的 为什么会松 好 这个就是一个副词指句 连接词 三大指句 不论是名词指句 关系指句 副词指句 一开始一定会出现连接词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连接词是最先出现的 because 因为 dear was 又是一样 dear was 就是我们讲的有 有什么东西 有水 水在哪里 水在 in the soy 这是一个片语 soy就是在土壤里面 所以你看 这个 连续出现三个句子 前面的dear found out 就是主要指句 这连接词 let引导出来的 这个叫名词指句 当作售词 就是发现 这个事实 为什么后面又加了一个副词指句 说明原因 因为啊 这个土壤里面 有水 为什么土壤是软软的 土地是软软 因为土壤里面有水 好 接下来 the people 主词 当地的人们 就try to pump try to pump try to就是设法 pump就是抽取 你看这里有一个ground的地面 soy是土壤 pump是抽取 所以人们 就设法要抽取 抽取什么 受词出来了水 把这个水抽 好了 怎么抽啊 这里有一个片语 out of就是 out of 英文可以等于 from的意思 out of 表示脱离 也可以表示从 所以他说要抽水 out of就是离开这个 脱离这个地 土地 或者是说从这个土地里面把水抽走 他的意思就这样 out of就是脱离的意思 从哪里 这个抽出来 下面这一句 的pumping pumping就是主词 这是动名词当主词 为什么 因为pump不是动词 不能当主词 所以一定要用pumping 这是动名词 当主词 didn't work 这个很重要 didn't work 你不能翻成 没有工作 这个是不对的 你看我们的说明 致词不错 didn't work 就是没有效 没有产生作用 英文就叫didn't work 后面一句 the tower kept learning over more and more 这个tah 一样的keep 这是过去词 我们用kept kept后面加ing 表示一直在进行 kept是保持 维持在怎样啊 倾斜 leaning over 所以为什么kept后面 要叫ing 就表示动作在进行的意思 一直持续在 leaning over 往下倾斜 后面加了一个补充 说明的 倾斜程度怎样啊 more and more 越来越倾斜 越来越倾斜 这个more and more 就是程度上的一个 副词 来说明 leaning over 倾斜的一个状况 是越来越倾斜 more and more 这就是第二段的 一个文章 这一段 全部都讲过去式 来说明 人们当年 所做的努力 但是有没有效 没有效 我们把这个文章 朗读一遍 the people in the town of Pisa try to fist their beautiful tower they found out that the ground was soft because there was water in the soy the people try to pump the water out of the ground the pumping didn't work the tower kept the leaning over more and more 好的 这是有关于第一篇文章 比萨学塔的 一个介绍 我们现在就了解到了 我们学过的文法 真的在文章上 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文法如果观念不清楚 文章也会看得不清楚 是有关于第二篇文章